现代人不爱喝水造成身体水分不足 也容易提高肾结石发生的几率 在台中有一名49岁的李小姐 一年前因为肾余发炎导致腰痛发烧等症状 到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就医 照X光片后发现 左侧肾症有一个长达7.5公分的结石 造成急尿系统被结石塞满 为了减少肾脏出血等风险 中医大副医泌尿部采用最新的 软式输尿管禁碎实术治疗技术 经过几次手术后 李小姐的症状已经明显改善 因为我有结石 对对对 所以让我渐渐就是说经过五次的那个手术 所以恢复状况也蛮好的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什么不舒服 其实是还好 对对 因为讲实在话手术完 恢复的也蛮快的 对对对 中医大副医泌尿部医师谢伯凡表示 软式输尿管禁碎实术的手术方式 是从尿道放入输尿管窍跟软式输尿管径 利用手腕手肘的转动 再搭配火雷射光纤 就可以轻松粉碎结石 不用开刀也不会有伤口 而且术后疼痛感低 复原速度快 是目前最安全的肾结石手术方式 我们可以用软式的输尿管禁的手术 从尿道伸一个镜子 伸到肾脏里面 然后看到石头以后 再用火雷射的光纤把石头给击碎 那它有什么优点 它的优点就是说 跟传统手术比起来没有任何的伤口 而且它不会损害到肾脏的食指 不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中国药学院附设医院表示 预防剩余治疗 尤其台湾属于亚热带气候 肾结石肾行率本来就比较高 要降低肾结石的发生率 平时就要多补充水分 医生也呼吁 除了平时多喝水 在饮食方面也要均衡营养 更要限制盐分和动物性蛋白的摄取 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